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根据中信银行周五提供的新闻稿称 中信银行与海航集团当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信银行对海航集团战略授信200亿元人民币 并量身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表示 作为中信银行的战略客户 无论从企业实力还是从发展前景来看 中信银行对海航的未来都充满信心 对海南省的经济发展充满期望 也坚信双方能够建立更加稳固持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近日因流动性紧张的海航集团深陷舆论血温窝 据路透社稍早报道 流动性较为紧张的中国海航集团 正面临一起信托计划兑付压力 两位消息人士透露 其旗下海航地产近17亿元人民币 集合信托贷款将于2月16日起陆续到期 按照稍早的承诺 公司承诺在2月5日前向受托人中信信托 实施部分还款计划 却未如期之父 为了避免流动性问题 深背高额负债的海航集团 目前正寻求转让其在美国各地的商业房产 这些物业分布在纽约 芝加哥 旧金山和明尼阿波利斯 其价值达到40亿美元 根据彭博社看到的一份营销文件 海航寻求出售的物业中 包括地址在245 Park Avenue的大楼 这栋大楼是海航在不到一年前 花费了22.1亿美元购买的 创下纽约的办公楼最高交易价格之一 其他打算出售的物业 还有麦哈顿850 3rd Avenue 和旧金山123 Mission Street的大楼 这些物业由房地产中介公司HFF 一间附属公司在代理出售 另外 德意志银行周五表示 2月2日指 海航集团透过股票及金融工具 持有该行的股权比重 从9.9%下降至9.2% 有猜测说 海航可能低价释出股权 避免母集团的破产风险 投资机构May First 得盈股价评级 自持平大盘下调至略余大盘 并把目标价下调 德意志银行股价在本周三 下跌了2.54%至16.09美元 面对一系列的资金问题 中信的200亿元人民币战略授信 无疑雪中送炭 其实早在2013年 中信银行就与集团展开资讯 技术人才等方面合作 而且中信放话称 通过此次签约 中信银行将为海航集团的 战略转型提供最佳综合服务解决方案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